今天的受害者还是一只花豹 它被三头母狮围住 但却迟迟没有发动进攻 可花豹只能躺在地上装可怜 不敢轻易逃跑 就在这时 一头熊狮冲过来就对花豹猛烈的撕咬 可旁边的鲁狮却出手救下了花豹一命 通常来讲 狮子会杀死自己领地了所有的大型肉食动物 可这三头母狮的行为却是非常的奇怪 熊狮坚持不懈的想要将这头花豹咬死 可三头母狮却一直在旁边频繁的骚扰 难道这只花豹和它们是结拜姐妹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三头母狮处处保护这只可怜的花豹 探索着想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谁知道原因的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熊狮再一次将花豹按在底上疯狂地刺咬 可母狮还是发了疯一样 对熊狮展开激烈的进攻 虽然很想将花豹咬死 吞进肚子里 可最后还是被母狮拦住 远远地离开了花豹的位置 花豹估计已经被熊狮咬得遍体凝伤 即便已经距离狮子很远 它仍然没有办法起身逃离 大自然就是这么的残忍 实力弱的个体 就只能在强大的物种面前被拱去袭 这只花豹躺在一个小土坡上睡觉 一头熊狮却远远地发现了它 并悄悄向它靠了 花豹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位非洲霸主的靠近 还在做着自己的春秋大梦 熊狮一个飞扑冲到花豹面前 终于将睡梦中的花豹进行 花豹飞速逃离现场 熊狮也是穷追不舍 可还是让它逃过一劫 最后花豹爬上了高高的树干 熊狮也只能坐在下面干杯 茶宝一条重要消息 如果您喜欢我的内容 请点开我的主页横屏播放 可以持续自动播放下一个视频 解放你的双手